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欢迎大家进入本章内容的学习 我们现在再来了解本章内容的一个所以 那么本章内容在设计上主要有三个部分的组成 第一个部分是这个进制运算的基础知识 第二个部分是这个二进制数据的表示方法 接着第三个部分是这个二进制数据的运算 在第一个部分主要有第一节的内容 第一节是这个进制运算的基础 那么在这一节课呢 我们将会了解常见的二进制十进制 它们是怎么运算的 接着在第二个部分 二进制数据的表示方法 那么在这个部分的内容呢 我们将会有四节内容的学习 首先第一节是我们会了解 计算机里面的有符号数 以及无符号数 还有这个数据的二进制表示法 接着呢我们将会了解二进制的捕码表示法 那么在这一节课呢 我们将会了解二进制的捕码是怎么样表示的 接着呢我们将会了解这个二进制的码码表示法 那么在这一节课呢 我们将会了解二进制的码码它是怎么样去表示的 以及它有什么功能有什么作用 最后呢我们还会了解这个小数的二进制捕码表示法 那么这个呢就是第二个部分的内容 主要有四节的内容 接着呢是第三个部分 二进制数据的运算 那么对于这个部分呢 也是有四节的内容学习的 首先第一节是这个定点数与符点数 那么在这一节课呢 我们将会学习数据是怎么样保存在就算机里面的 主要有两种方法 定点数的方法 以及符点数的方法 接着呢是这个定点数的加加法运算 然后呢是这个符点数的加加法运算 最后呢还有这个符点数的乘出法运算 那么这一页PPT呢 就是本章内容的主要的所以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晰的了解到 本章将会有哪些内容 以及它们分别是属于哪个部分的 那么对于后面内容的学习呢 同学们也可以时不时的来回顾 这一页PPT的内容 以更好更有条理的学习本章的内容